好 好 同学可以关门 来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个诈比方新论上一堂课是上到哪里了 来我们看一看 好 根据我们的目次上一堂课 我们依然是在这个看一下 我们依然还是在这个所谓的行品这里 那么在这个行品我们是到了第37页的部分 那么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这个行品的部分是提到祭宗师 报心 报身 心 心法 给予诸烦恼 系从五音声 事意当之 主要是谈五音了 那五音就所谓的所作音 共有音 然后呢 自分音 相应音跟报音 这一个基本上跟我们以前的试论还是有点点区别了 我们不完全是跟着这样 那么能进行稍微一些的解释 好 来我们就今天开 再我们看一下 但是说最后一个提到就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报音的话 他说是什么呢 他说一切片音都有不善的精神现象 而作为果报而产生心或心法是不计善而得 这样来去说明这个所谓的报音 这样 好 来 接着下来下个祭宗 若比不相应 好 有请就是 请陈一栏读一读 若比不相应 有请 如果比不相应 足以相应法 熟其初无满 适从适应生 作为果报而生起的物质性设法 以及以之相伴而起的心不相应行法 是从四种原因中生起 即所作因 共有因 自分因 报因 没有一切偏因 因为此种实法 即心不相应行法 不计善而 也没有相应因 因为他们没有所缘的境界 而只有两种以上的心或法 也是从四种原因中产生的 他们是所作因 共有因 自分因 一切偏因 没有相应因 因为设法 没有所缘的境界 也没有报应 因为报应所生之法 不计善而有罪不污的设法 即其心不相应行法 这一向是有软污的想法 以上解析了设法即心不相应行法 产生的原因 设法即心不相应行法 可统称为不相应法 心以心法 是可称作相应法 在相应法中 我们已经解析了 作为果报和产生的报生心 心法和一切烦恼恶心 心法产生的原因 它们都是五种原因而产生的 此外 所谓 诸以相应法 除其初五后 就是说 有义 有烦恼的三心 即其心法 归疑心即其心法 功巧心即其心法 变化心即其心法 以及没有烦恼的无肉心即其心法 以上 诸心即心法 除最初的名为 古法之人的无肉心即其心法之外 都是从四种原因中产生的 即所因 共有因 相应因和自分因 没有一切偏因也没有报应 到底从前 好 感谢 那我们先消化这一段 我们先消化这一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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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不善业便是此心或心所的报应 同学这个就是所谓的果报的意思了 所以都不难理解 所以这样子 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一边就OK了 你看到首先 他说明明看 基本上在这个阿比达文议论 他其实是基本上没办法归类在心心所 而设法就特别类归类为心不相应心 同学你看贺威心不相应心他说 心不相应心基本上来讲 一小镇说去有不 现在我们读的是有不的系统 所以他说是五运之行运所设 然后他说 色心心所之外 还有这个心不相应心 那我们看一看 他说这边的都有一说 那么小镇巨色论指的是什么 非得同分 无想果无想 灭尽丁 一大堆 这同学基本上这一些主要的内容 指的是什么 就是 那个灭尽丁这样对不对 基本上一个人进了灭尽丁 他身体又在我 但是心又没有掉 所以你应该规律他去哪里好 规律设法也不对 规律明法也不对 那么他生到无想有心天的一样 有身体在的 有色身在 但又没有精神作用的 所以呢 心不相应心就全部放在这些地方 还有包括概念法 来同学看一下 阿比达玛讲的 我们用的语言 还有这种句子 你也不能够 放在 心 也不能够放在究竟法那边 因此这些都放在心不相应心 所以大体上 所有的概念法 还有就是所有的那一些概念法 还有就是其他种种的那一些是 都没有办法归一半一半中间的 都放 都是叫做心不相应刑 好了同学我们现在讨论了心不相应刑法 那么这边来讲 这个心不相应刑是他说 物质 色法本身是作为果报的 跟它伴随的心不相应刑法 因为有一些是跟物质性色法一起伴随而生起的 他没有去按理那些跟色法生起 就应该是刚刚讲的那些灭金钉 无想有情天之类这些 他说也是需要有四个阴的 然后第1他讲 没有一切片阴 他说这片阴 全部 都是需要 这个片阴有点像 没有这个universe的阴 他说 因为这种设法及心不相应刑法 不计善恶 同学记得基本上我们设法是 没有分善恶的 就所有的设法的生起 基本上只有我们的心跟心所 才有分善 跟不善 善跟恶 那么他会分善 是因为有 无贪 无称 无持因 那不善的话 因为有贪称持因 但是同学记得 设法本身是没有这种因的 因此 设法本身 不会归纳他为 是善 还是不善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 所以他讲 这一边 设法及心不相应刑 不计善恶的 所以他说 就没有 这一个 骗影的原因了 所以他说 没有 骗影 没有骗影 过来他说 也没有 相应因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他们 所缘的境界 只有两种 以上的心 或心法 同源 一境 才 互为相应 同学 作为互为相应 民法跟设法两个才可以 互为相应 但是 设法本身 都没有物质 都没有精神 没有办法相应 然后过后 进入 进入 非相 非相定 进入去 灭受相定 只有身体在 没有行 没办法相应 四藏天那一边 无想有情天 也是 只有身体 没有设法 那这样的话 只有设法 没有那个精神 请问这样 如何来相应呢 所以 也不能够 构成相应因 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是表现深入了的 比起 色论 来过我们再看一下 他说 过后也没有 没有相应因 他说也没有 报应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报应 是从哪里产生 是 因为他本身 报应所生之法 不计善恶 果报本身 是没有善恶的 但是他说 而有 惠无的设法 及信不相应刑法 这一项是有 染无的恶法 同学这一边 是有一点点 不大一样 这一边 他把设法 有些归类 是有染无的 所以他说 因此是 他说 解释 设法及信不相应刑法 产生的原因 设法及信不相应刑法 可统称为 不相应因 他说两个不能够相应 因此 不过这一边 因为他有讲 有惠无的设法 这个就不得而知 是他们的独特来的 郭娃 这边有提到他说 然后呢 这样就完了 郭娃讲的这一边 同学看一下 他说 所谓 这一边 他说 有烦恼的初心 这些信法 所有的 威仪 工匠 性 其性 变化性 全部的这一些事 他说 都会有所作因共有影响 有愤影 除了这个不会没了 同学 苦法治人的无漏心 及其信法 除外 同学 这个苦法治人 的无漏心 是有不特别安劣 类似我们所讲的道性 和果性 来的 所以是无漏心 同学我们就设计一下 苦法治人 是有不得道次第来的 同学 我们现在 苦法治人 苦法治人 来同学看一下 苦法治人 这边提到是 八人之一 八人之一 他说 观 三三戒之 是第 所发 十六行之一 同学你看 十六行 十六行我们不是讲有十六观字吗 同学记得 这个是属于有部的道次第 他跟我们学的色论都是上桌部 所以有蛮多共同点可以比对出来 让他讲 于原 观玉界的苦地 看到吗 就观玉界的 明法 跟色法 而得 苦法治之前卫 所起之 无漏法治人 看到吗 意思就是说 在观 玉界的苦地 时候 明法跟色法 产生的无漏法治人 产生的无漏治 所以同学你看他叫我们参考什么 他说 你看 信礼而不宜之之 同学这个蛮像道行 我们 就是在色论 同样是上桌部 他们我们是安利 四道四果 还有就是 四道四果 分四项 这一边也是分八个 八个 所以这一个苦法治人有点类似是 信礼而不宜有之 这样 有点像是道行 他叫我们参与 剑道 来我们看一看 一点点知道一下 剑道 修道与无学道合称三道 都是无漏治 所以同学在有部里面 所提的 那么就是所谓的 剑地道 这边所谓的剑道 剑地道 修道的无学道 合称为三道 这些都是属于 无漏治来的 剑道之间是凡夫 所以这些都可以 跟四道四果的色论那边 进行一点 比对 所以这一边他讲 这个所谓的道行里面 无漏心 因为道行 和果行里面 都有新跟新锁 除外 其他全部都会有所作因 共有因 相应因 跟自分因 这样子 好 大概是这样理解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 接下来 接下来 来有请美琳 读一读 为与不相应 有请 为与不相应 自分 自分当 自三 自分当 自三 相续 则从三种原因产生 即所作 因 共有因 自分因 没有相应因 因为他们没有所缘的境界 也没有一切 变因和 报因 道理如前 应该注意的是 始终不包括最初无漏心的状态中 存在的色法及心不相应 法 他们不是由三种原因产生的 即诸于相应 出生无漏法 的意思是 所谓 于相应指的就是苦法治人 这一 最初的无漏心 此苦法治人 以及与之相应心法 也是从三种原因产生的 即所作因 共有因和相应因 此苦法治人 是最初的无漏法 没有前无漏法 所以不存在自分因 因为是无漏法 所以也不存在 一切变因和报因 好感谢 他都是我们消瓦这一段 听到这一段 最后1个人 可是不客气 很多人的反应 啊 还能相应 地 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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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还是要举一个社论的案例 同学就比较好理解 来 我们让同学看一下 虽然社论24元有稍微间接的提到 那么我们从这边的案例就比较好看 这几个因的定义是如何 来同学我们看一下 这一根就是我们社论之前所理解的 同学别人看说这个五门心路过程 那这一边他讲所谓的所作因 所有的社法本身身旗都是有因缘和耳层 他都是由心跟心所组成 所以我们叫做所作因 然后过后啊 有些有自分因 自分因就去看到吗 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前面有个跟他共同的 就是有自分因的意思了 然后过后啊 接着下来啊 还有共有因 就是共同需要啊 这个因而共同产生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我们转向心这样 基本上啊 跟五世之一一样 他们都是啊 由相应的心跟心所组成的 所以都有共同因 过后呢 共有因还有就是果报因 基本上啊 他们这些成熟之后啊 就会变成果报形 就这样来理解 那么同学啊 他这刚刚那一大段里面啊 主要要解释的是这一个同学 初四间形 初四间形同学 道心的前面啊 不是道心来的 所以基本上啊 这个道心是没有自分因 有不把道心称为什么 同学 就是这一个所谓的 苦法治人啊 所以他说 苦法治人是最初的无漏法 没有前面的 所以没有自分因啊 这样子 因为他无漏的关系啊 就没有一切片因跟报因 他本身啊 不会是报因 他不会是果报来的 这一些 道心果心之类 不会是果报 然后他也不存在一切片因 他是这样子解释 那么这一段主要是讲 就是和这个相关的啦 好 我们来接下来下一段 来请传方读一读 《与众不相应》有其 《与众不相应》是从与二因 《与众不相应》是从与二因的意思是 在最初无漏心 即苦法治人状态中相伴而起的设法和心不相应刑法 是从两种原因中产生的 即所作因和共有因 至此我们已经对一切事物现象产生的原因做了说明 进一步而言则绝对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只从一种原因而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事物的自信都是 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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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只靠自身的力量 既能生起 一切万物都是如此 哪怕只是一极微 但它生起之时也要以自身之外的一切万物为所作因 以与之共起的生住一面为共有因 以上我们解释了事物的生起的原因 应当知道事物的生起还要有一定的条件 一元 我们现在就来解释一元 请继续 至第一元元 身上及语音 法从四元身 是尊之所说 一切万物为自身 性质磊落 磊落 所以还需要有内在 外在的条件力量 才能生起 对这些条件 我们分成四种 称为四元 一 次地元 圆圆 身上圆 因圆 此四元可以总设事物生起的一切条件 如果某一事物生起时 另一事物为其产生开辟道路 任其通行 后者就是前者的次第元 如果某一事物生起时 其他事物为其提供方便 任其依识 后者是前者的源源 如果某一事物生起时 其他事物不加阻碍 后者是前者的真上圆 某一事物生起时 自身的内在种知识其因缘 以上该说 下面做具体解释 好 感谢 感谢 好 没有 太语 生小端罢了 来有请 就是玉美 读掉这一小端谈了 除阿罗汉 请罗汉 后行 有请 玉美 除阿罗汉 后行 诸于信心法 常有行以身 是说次地元 除阿罗汉 最后行 及其 硬的信法 其他在过去 现在 始终存在的 一切心 及信法 都是 相互 元素 而产生的 这些心 与信法 意义相续 重复间断 所以 前行是 后行的次 地元 阿罗汉 最后行 及其 其心 法 不是 次地元 因此 因为 此后再也 没有 其他的 相应 序 而生了 未来 似的 信 仪 信法 尚未 生起 谈不上 信心 相续的 问题 所以 也没有 次地元 同学 他刚刚一面读的时候 像传方一面读 尤其是后面那些 你感觉 因为你学过色论 读起来 还蛮好懂的 举手一下 你感觉蛮熟悉的 原整 有这感觉 传方应该也有 对不对 成立栏也有 同学你看 其实这个诗 它论诗的拼牌 有点奇怪的 同学你看 看它其实二十四元 又往我们去 它是社论里面 可以说最多元 最多项目 它不难懂 不过是放在最后面那边去的 但是这边 它放在最前面 觉得吗 所以是有点奇怪的 那么快把它放在前面这一边 不知道论识 这位论识什么缘故 他做Summary的时候 在撇铺层上 跟撒比达摩尔伦 完全得巴雷 好来同学 我们把它完成这段 不难理解 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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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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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中间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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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